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都是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7月22日星期三 农历6月初二 我是王海铭 我是Rachel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三到周五的专题节目的话题 分别是美国故事 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三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 分别是情感夜线 津青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七点开始 周六的节目包括 我是小主播 西雅图少年说 理事长信湘 西城美丽说 天方夜谈 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爱情马拉烫 这里是江苏 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 粤语唱谈 跟我学粤语 异灵漫画和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 网络 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频段是 AM1150或HDFM9809Channel3 网上收听网址是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Reduce Seattle App 或者下载KKNWAM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下面播报国企新闻 法国政府据报道 计划逐渐禁止华为设备 参加法国的5G移动网络建设 让华为在2028年全部淘汰出局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法国网络安全局 已经通知法国大城市的 通信运营商说 他们可以使用华为的设备 但使用许可到期之后 将不再延续 知情人士向路透社提供的消息说 法国政府向华为设备 发放的使用许可有效期 只有3到5年 而欧洲通信公司爱立信和 诺基亚的使用设备 许可有效期18年 这等于是法国政府逐渐计划 淘汰华为设备 在2028年将华为设备 全部排除在法国的5G移动网络之外 英国政府星期三 7月22日宣布 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持有人移决英国的细节 其中明确地表示 即使香港人前往英国入境时 无需持有有效的护照 即使BNO过期或者遗失 也无需申请新的护照 只要证明拥有BNO的身份 即可在入境时申请特别签证 英国政府早前因为港版国安法 在香港的实施 公布了BNO持护照持护人 以及其家人约300多万人 最多可在英国逗留5年 然后可申请居留权 今天公布的细节规定 BNO的港人和他们的近亲 明年1月起可以申请特别签证留英 期间申请人可在英国工作或读书 但不会获得社会福利等保障 英国政府表示 要获得此等特别的签证 要证明拥有BNO的身份 但无需持有有效的BNO护照 BNO过期或遗失 也不用申请新的护照 申请人需要证明 可以在英国生活至少6个月 且能够自解自足 承诺会学习英文 并提供健康证明 欧盟领导人星期二早些时候 就2.1万亿美元的预算 和新冠病毒疫情纾困计划达成协议 这项协议达成之前 谈判进行了四天四夜 远远超出预期 成员国的各个派别 在资金的确切结构 以及是否应包括支出控制等 限制方面存在分歧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以一字推文成交宣布了谈判结束 欧盟国家因新冠疫情死亡13万5千人 其中意大利、法国、西班牙 是世界上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之一 许多政府为阻止病毒传播 而制定的封锁 已经损害了欧盟经济 经济学家预测 今年经济将收缩8.3%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英国伦敦会见了香港民运人士 罗冠聪 罗冠聪周三7月22日 在他个人的推特账户上发文 与外界分享了他与蓬佩奥会面的情况 他在推文当中说 跟之前与美国政府高级代表的会晤不同 我很高兴有机会坐下来 跟蓬佩奥聊天20多分钟 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后 离开香港的罗冠聪说 这个法律给香港带来的威胁 是他跟蓬佩奥谈到的一个主要内容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有云 最低气温华氏60度 摄氏16度 明天晴转多云 最高气温华氏70度 摄氏21度 最低气温华氏59度 摄氏15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8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证实 已经下令中国关闭驻休斯敦领事馆 多家媒体报道 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 在一份电子邮件中声明说 我们已经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敦的总领事馆 以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人的私人信息 外界注意到 此举正值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 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之际 据美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在电邮中表示 维也纳公约规定 外交官必须尊重接受国的法律和法规 并有义务不干涉该国的内政 奥特加斯补充说 华盛顿不会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犯美国主权和恐吓我们的人民 就像我们不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不公平贸易做法 窃取美国解决机会和其他恶劣行为一样 从媒体的报道中 没有看到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 跟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 和美国人的私人信息之间的联系 不过 美国华盛顿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 和国家安全处星期二 起诉两名中国黑客 与隶属中国国家安全部的 广东省国家安全厅合作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计算机 入侵活动 窃取知识产权和机密的商业信息 其中还包括新冠病毒的相关研究 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官的官员 就这一指控举行记者会 在指责中国黑客的违法行为的同时 也谴责中国为这些网络犯罪分子 提供了安全的避风港 34岁的李孝宇和33岁的董家智 侵入数以百计的公司 政府和非政府部门的电脑系统 以及在美国、中国和香港的 持不同政见者、神职人员 和人权活动人士的计算机系统 为个人经济利益 以及中国政府机构的利益窃取数据 对美国和外国网络均构成 大量而复杂的威胁 这些黑客攻击针对的行业包括 高科技制造业、医疗器械、土木和工业工程 商业、教育和游戏软件、培养能、制药和国防 当天稍早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日报》称 美国政府突然要求中国在72小时之内 关闭休斯敦总领事馆 称这是华盛顿一个疯狂的举动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彬 在稍后的记者会上说 美国7月21日突然要求中方关闭休斯顿总领馆 称这是美对华采取的前所未有的升级行动 中方必将做出震荡和必要的反应 汪文彬说 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政府不断地向中方甩锅推责 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攻击 无端地攻击中国的社会制度 无理刁难 中国驻美外交实领人员 对中国在美留学人员进行恐吓 含茶 没收个人电子设备 甚至是无端拘押 他说 此次美方单方面的现实关闭中国驻 休斯顿总领馆 是美对华采取的前所未有的升级行动 汪文彬说 美方声称 美中关系不对等 这是美国美方惯用的借口 毫无道理 但事实上单就中美驻对方国家的 使领馆数量和外交使领馆人数而言 美方远远多于中方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错误的决定 如果美方已已孤行 中方必将采取措施 坚决应对 路透社引用一位消息人士的消息称 中国正在考虑关闭美国驻武汉使领馆 此前中国要求对那些在新冠病毒疫情初期撤离中国 后来被华盛顿派回中国的美国使领馆人员 实施健康检查 被美国拒绝 导致美方无法派遣驻华领事馆正常运作 所需要的工作人员 也有报道认为 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被要求关闭 跟此事有关 另外中国驻美国休斯顿总领馆星期二晚上发生火警 当地的消防人员到达现场救火 但未能够进入大院 当时领馆的人员在大院中用明火烧文件 当地居民看到浓烟滚滚于是报警 据休斯顿市多家的电视台报道 在当地时间2020年7月21日晚上8点前后 休斯顿消防局人员在接到火警报告后 赶到位于Montros 3417号的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 当地的电视台播放周边的居民 从高处拍摄的画面显示 当时多人在领馆露天大院里的几个铁桶里焚烧文件 在消防人员抵达领事馆的门外后 有人用水龙头将明火扑灭 消防局人员没有进入使领馆大院 当地媒体引述警方消息人士的话说 休斯顿总领事馆被有关方面要求 在星期五前迁离大楼 领馆人员正在迁离 为迁离做准备 包括焚烧机密文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没有回答有关 美国媒体周二晚间在休斯顿报道 领馆院子里正在焚烧文件的问题 中国外交部周三宣布 美国命令中国关闭休斯顿领事馆 两国之间迅速恶化的关系再造打击 根据当地电台KPRCTV发布的一段视频 在特朗普政府将这一举措通知中方数小时后 领事馆工作的员工 似乎是文件的东西倒入燃烧的垃圾桶内 烟雾从领馆院内升起 休斯顿警方和消防部门周二晚间 在接到火警情报后出警 但没有进入领事馆建筑内 中国对该建筑拥有主权 关闭领事馆事关重大 但涉及外交紧张关系时期并非没有先例 2017年 特朗普政府下令 让俄罗斯关闭旧金山领事馆 及另外两个纽约和华盛顿附近的附属建筑 报复俄罗斯对莫斯科的美国外交官人员数量设限 这些做法源自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的风波 尽管特朗普试图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示好 但该事件的后果影响至今 除了驻华盛顿大使馆 中国还在其他四个城市设有领事馆 纽约 芝加哥 洛杉矶和旧金山 目前尚不清楚领事馆关闭对两国关系及人民出行的影响 领事馆主要为访问中和的旅客办理签证 休斯敦领事馆负责办理从德克萨斯州到佛罗里达州的南部各州的签证 由于新冠大流行 两国间的出行往来无论如何都已经受到严重受限 中共官媒民族主义报纸《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称美国的做法离谱 尤其是鉴于中国外交官得到的是临时通知 要在72小时之内搬出去 这完全是丧心病狂的表现 他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写道 看来华盛顿已经毫无底线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7月22日说 美国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顿的领事馆 是因为持续存在的北京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天在被记者问到此事的时候说 他不排除关闭更多使领馆的可能性 身为美国首席外交官的蓬佩奥 在丹麦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说 我们正在就中国共产党如何表现 制定出明确的预期要求 他说 当他们没有做到时 我们将采取行动 保护美国人民 保护我们的安全 保护我们国家的安全 并保护我们的就业和经济 美国下令中国在星期五下午之前 关闭驻休斯顿的领馆设施 中国驻休斯顿领馆有大约60名雇员 美国在这道命令 是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的重大升级 蓬佩奥说 中国在休斯顿的行动造成了广泛的影响 他说 被偷走的不仅仅是美国的知识产权 还有欧洲的知识产权 损失了几十万份工作 这些都是欧洲和美国各地勤劳人民的好工作 被中国共产党偷走了 他还说 特朗普总统已经表示够了 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发生下去 一位关键的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说 中国在休斯顿的领事馆不是外交设施 而是共产党在美国的巨大间谍和影响行动网络的中心枢纽 卢比奥宣称 这在之前就是必须要做的 星期三在白宫的记者会上 特朗普总统被问到 他有没有可能关闭更多的中国驻美国的使领馆 特朗普回答说 就关闭更多的使馆而言 这永远是有可能的 你们看看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以为在确实被我们关闭的那处地方着了火 大家都说着火了 有火 我猜想他们是在焚烧档案或是烧文件 我很好奇这是怎么回事 广告后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想娱乐下载Himalaya 听资讯下载Himalaya 学英语下载Himalaya 快下载Himalaya app H-I-M-A-L-A-Y-A Himalaya你想听的全免费哦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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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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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播八周年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海鸣 我是Rachel 今天是2020年7月22日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栏目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7月22日星期三表示 印度和中国最近爆发的边境冲突 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接受的行为的最新例证 他认为 全世界需要携手合作 确保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个国家 依据国际体制行事 蓬佩奥是在第45届 美印工商理事会年会的 印度思想峰会上做出上述表示的 他在这次以视讯方式举行的会议上说 我有信心 我们能够通过共同的努力 保护我们的利益 印度英文媒体 Times Now 星期三报道说 蓬佩奥一天前在伦敦的新闻简报会上 谈到印中边界的对峙问题时 他指责北京欺凌 欺凌国 并在印度拉达克地区 煽动致命的对峙冲突 蓬佩奥说 中国问题是他与英国外交大臣 拉布会谈的重要内容之一 英国研发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疫苗试验结果 显示强大的免疫效果 开始进入第三期的试验 世界八国的领导人呼吁 世界各国平等地获得疫苗的权利 公共卫生专家表示 需要一个类似于世卫组织的机制 来协调全球疫苗的分配 目前全世界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 正在争先恐后的研发 针对新冠病毒的有效疫苗 在世界卫生组织跟踪下的 已经有140多家候选疫苗在研发当中 通常的情况下 一种有效安全的疫苗的研发 需要的时间是数年 以及额外的时间投入大规模生产 鉴于目前的新冠病毒 仍在全球许多国家肆虐 科学家们希望能够在12至18个月内 研制出冠状病毒疫苗 截至目前 全球已经有三支新冠病毒疫苗 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它们分别由英国的牛津大学 中国的科性生物技术 以及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开发研制 纽约时报近期披露 美国政府研议全面禁止 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家属 如今的提议 虽然报道中也说 特朗普总统最终否决 此项动议的可能性颇高 但却引发中国舆论的强烈反弹 中共党媒《环球日报》连日的社论 除了炮轰美国对中政策 充满严重误判外 还强调中共和中国的不可分割性 对此 某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中国异议人士表示 党媒的叫嚣代表 此禁令将中国人民和中共区分开来 是精准打击 是真的打到中共要害 也可以有效解体共产党 而且代表 中共对其与中国的 所谓不可分割性的说法 其实是心虚的表现 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 与政府事务研究会 周三7月22日 无意义地通过了一项 共和党参议员 乔什获利提出的法案 禁止联邦雇员 在政府提供的电子设备上 使用中国字节跳动公司 拥有的社交媒体 应用软件程序TikTok 也就是抖音的海外版 法案接下来将由参议院全院 对这个法案进行表决 随着中美关系的不断恶化 由于担心美国用户的个人信息 可能落入北京的政府官员之手 美国对TikTok的国家安全担忧日益加剧 TikTok表示 它与中国境内的抖音步步相连 TikTok从未向中国提供客户用户的数据 如果北京提出此类的要求的话 他们也不会这样做 TikTok在一份声明中说 没有什么比推广一种保护我们用户隐私 安全应用体验更为优先的考虑了 这个星期早些时候 作为一项价值7410亿美元 国防政策法案的一部分 众议院以336票对71票 通过了由来自科罗拉多州的 共和党参议员巴克提出的提案 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发放的设备上 下载该应用程序 生生有情 1150AM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h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Chinese Radio Seattle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截止到7月22日晚上 全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396万7917人 死亡14万2942人 截止到7月21日晚上11点59分 华盛顿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为 49247人 死亡1468人 其中 King County确诊人数 13627人 死亡638人 Yakima County确诊人数 9,312人 死亡194人 Snowhamish County确诊人数 4,512人 死亡181人 Pierce County确诊人数 4,003人 死亡115人 Benton County确诊人数 2,983人 死亡102人 Franklin County确诊人数 2,882人 死亡44人 Snowham County确诊病例 2,896人 死亡45人 华州确诊人数 目前变为美国第21位 到目前为止 华州已根据DOH 对新的冠状病毒 进行了85万5152项测试 其中有约5.8%的测试结果呈阳性 在过去一周中 华盛顿约5.5%的测试 呈阳性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说 美国大多数的人 仍然很容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随着病毒的悄悄传播 科学家们正在忙于研究 其流行程度 以及传播的最新指南 开发疫苗 并发明了测试人们抗体的新方法 在华州 大多数登记选民 在一项新的民意调查当中说 他们会定期的戴口罩 并且认为应该暂时重启开放 由于对新冠病毒COVID-19的担忧 华盛顿大学UW Huskies 在中国的男男比赛被取消 PAC-12周三宣布 由于全球新冠病毒COVID-19大流行 华盛顿大学在中国对阵 图兰的男子比赛已经被取消 PAC-12中国比赛原定于11月14日 在上海宝山体育中心举行 该体育馆在2019年奥运会上 接待了亚利桑那州和科罗罗拉拉州 考虑到冠状病毒对体育的影响 取消2020年PAC-12中国运动会的决定 不足为期 Belleville学区在Kent和North Shore 等西雅图地区的其他学区之后宣布 今年秋季在网上开设课程 Belleville学区的总监伊万杜兰 在周三发给工作人员的电子邮件当中说 他是在与县的卫生官员会面后发出此通知的 在上周位于Belleville的疾病建模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警告说 除非传播率下降 否则不要在京县重新开放学校 美国下令外国关闭驻当地领事馆 是极为罕有的行动 但并非前所未见 美俄关系两三年前陷入低谷时 美国也曾下令俄罗斯驻三藩和西雅图的领事馆关闭 2017年8月3日 8月31日 特朗普总统特朗普政府报复俄罗斯 下令美国将其在莫斯科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减少755人 并下令俄罗斯关闭驻三藩市的领事馆 以及设在纽约和华盛顿的两处的附属机构 但没有驱逐任何外交官出境 此后美俄在对方同样有三座领事馆 西雅图NHL下午5点发出一条推文 暗示它将在周四上午发布重要声明 自从该团队于2018年12月备授予西雅图以来 NHL西雅图队的名称 徽标和颜色就得到了许多的推荐 并且也是人们所期望的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有云 最低气温华氏60度摄氏16度 明天晴转多云 最高气温华氏70度摄氏21度 最低气温华氏59度摄氏15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栏目 拓展您的业务 西雅图市为餐厅 商店 食品卡车和手推车 创建了免费的户外用餐和零售许可证 通过让客户在公司的人行道 路边或停车场上用餐 或在室外购物来利用夏季的优势 这些许可证是在重新开放营业时 吸引客户注意力 并确保客户和员工安全的绝佳机会 有兴趣吗 请与西雅图经济发展办公室联系 电话206-684-8090 或oed at seattle.gov 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 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 凤凰卫视新闻 《非诚勿扰》 一战到底 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 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 请访问www.crossingstv.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每周三晚上情感夜线栏目 七年多来的主持人 亚秋 在喜迎电台八岁生日之际 期许西雅图中文电台 在华语广播的路上 越走越远 越走越成功 为西雅图华人社区 提供最优质的媒体服务 一位全世界华人听众 提供收听广播节目的最佳选择 体育方面 国内体育消息 北京时间7月22日 重启的CBA联赛第二阶段 在青岛继续展开 全华班的山西对阵单外园的辽宁 田桂森最后班平三分不中 韩德军砍下28分九篮板 最终辽宁以108比105 险胜山西取得7连胜 另一场比赛 凭借6人上双 10人得分的团队优势 北京115比87大胜福建 斩获10连胜 此意 林树韶上场7分钟得到了10分 福建队王哲林和劳森确证 日前西班牙人俱乐部召开发布会 多名西班牙人高层 参加了会议 在会议上 西班牙人体育总监卢菲特 确认五雷下赛季将留在球队 之前根据媒体的报道 狼队 获特福德等球队 有意签下五雷 而五雷之前在接受 新华社的采访时说 他表态自己愿意留在西班牙人 帮助球队重返西甲 生生有情 1150AM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财经方面 美国东部时间7月22日 截至收盘 道指涨165.44点 报27005.84点 涨幅为0.62% 纳指涨25.77点 报10706.13点 涨幅为0.24% 标普500指数涨18.72点 报3276.02点 涨幅为0.57% 截止收盘 贵金属市场方面 美国Comics黄金期货涨近10美元 报每样司1853.65美元 涨幅为0.5% 国际燃油市场方面 WTI云油期货跌1.1% 报每桶41.45美元 伦敦布伦特云油期货跌1.02% 报每桶43.97美元 亚洲股市方面 户指报3333.16点 深城指报13657.03点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 1美元兑换7.0002元人民币 近期上交所和中正指数公司 正式发布修订上证综合指数 编制方案的公告 今日上证综合指数编制 方案修订已经正式实施 本次修订的范围包括 剔除风险 警告股票 严新新股计入指数时间等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海铃和 Rachel为您播报的 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陈湘 路易 萨萨 行文 John和小元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 你也可以通过电台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 今日西雅图 新浪微博账号 西雅图中文电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 美国故事栏目 下面把时间交给小元 大家好 我是音乐节目 西雅图不眠夜的主持人 静子 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成立 并开播八周年之际 要特别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对电台的喜爱和支持 也衷心祝愿 中文电台越办越好 不忘初心 始终如一 肌肉骨骼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萧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 2066217501 2066217501 2020人口 明镜 preval 相架摩新